人为什么会生病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很少人是会问自己为什么 像我在每次讲座 上课的时候会提到 每个人在生病的时候 都把自己健康的责任 付托给一生 没有自己静静地坐下来 思考自己为什么会生病 找出生病的原因 要找出自己为什么会生病的原因 首先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您知道自己来自哪吗 有人或许会回答 我来自马来西亚 或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的 其实我们是N年以前 爸爸和妈妈 做爱做的事情 有好几亿的精子中 其中一个的精子 和卵子结合受精之后 在母体中 由肉眼看不见的囊胚 慢慢分裂 慢慢分裂发育而成 这时候 细小的囊胚细胞 就会 一分裂为二 二分裂为四 四分裂为八的过程中 分裂成组织 组织分裂 组成器官 器官成为个别不同功能的系统 在四十周 孤孤最低 来到人世的一个小婴儿 大家想想 在这四十周的时间 我们是如何孕育的 是妈妈健康的饮食 让我们在子宫里 透过期待 供应 营养 慢慢的成长 在这个时候 妈妈有什么的不舒服 请问 医生会给予 不必要的药物治疗吗 所以 这些阶段 我们都是由食物营养 孕育我们长大成人 我们之间 有没有因做要成长 而吃药的吗 我们都知道 桌子坏了 必须用木头去修 墙头坏了 用砖块 水泥修补 但曾几何时 我们的身体坏了 病了 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什么呢 但我们却依赖 药物当材料 去修补我们的身体 有对吗 医学之部 西波克拉底说 食物是您的药物 以及药物是食物 应该是说 我们的健康 必须仰赖食物才对吧 但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的生活变直了呢 可以说很多时候 我们并不了解 病与症状的关系 以为把症状控制下来了 就认为是痊愈了 可病有没有好呢 在1931年 并发现腐性酶的性质 以作用方式 被收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德博生理学家和医学家 奥托海因里希 瓦尔宝博士 就说明 癌细胞真正的原因 是在细胞缺少35%的氧气 两天48个小时之后 就可形成癌细胞 而癌细胞的生存 必须靠糖解作用 以期待有氧循环的作用 所以说 癌细胞是喜欢酸性 厌氧及切氧的环境 而我们假设 没有改变它的原因 只是切除 放射性疗法 或化疗 对疾病 有没有帮助呢 解除了症状 有没有解决 病因呢 因为 这些问题 如果没有急于解除 我们身体 60兆的细胞 就无法获得滋养 营养分子 就无法有效的吸收 人的一生当中 要吃掉60顿食物里的营养 来滋养细胞 来滋养细胞 人类健康的本质和源头 就是细胞的健康 科学发现 科学发现 人们患的所有疾病都可以归为是细胞出了问题 两次诺贝尔奖 这60兆的细胞 修复 即活化吗 这些的信息 并没法有效的让我们理解 反而受到药厂及医疗作业的盲蔽 一直到1975年 美国参议院的营养问题特别委员会 用了两年的时间 在1977年的麦高文报告中提出 美国一百年间饮食内容等发生的极大变化 指出 癌症、血管疾病、心脏病等慢性病人群增加的原因 是因为人们的饮食出现了错误 细胞因此出现不平衡与不足而产生的疾病 2013年 三位细胞学家 美国的罗斯曼与薛克曼 以及德国的基德霍夫 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获益学家 他们在研究细胞输送系统时说明 蛋白质及其他营养分子 在细胞膜的运输及控制系统中 协助科学家了解细胞的机制 如果这个机制受到干扰 没得到好好的照顾 将可能引发脑神经病变 糖尿病 及免疫系统失调等其病 里边有关糖尿病的病因 我常常会用来和大家讨论 糖尿病是怎么样造成的 有人或许会说吃糖太多引起 可是有些人也一样吃糖很多 怎么没得糖尿病呢 先不谈疫情糖尿病 就谈恶情糖尿病 恶情糖尿病 医学上又说是胰岛素主抗 什么意思呢 胰岛素主抗 说白了 部外就是受体 以胰岛素 产生了功能上的障碍 这个障碍 就像我们家的大门 有门锁 但是 这个门锁 有一天在我出外旅游的时候 邻居的小孩 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呢 用小树枝 把门锁塞住了 请问我的锁石 在我回到门口时 能穿进锁石孔吗 不能 那我就没办法 进入屋里吧 细胞 它像不像我们的家 受体就是锁石孔 无法和胰岛素 锁石的结合 糖就不能有效的被利用 导致红血球细胞 外面呢 有过多的糖分 所以 我常说 有糖尿病的患者 都在饮食习惯上 少不了 都是喜欢 煎 炸 炒烤 的油腻食 或饮食 食道细胞膜呢 被一层厚厚的油肌 堵住了受体 让胰岛素 产生不了功能 当细胞膜 发挥不了它的功能 糖分 不能有效的被利用 会引发糖尿病 那我们吃的蛋白质 能不能够有效的被吸收 我们吃到身体里的脂肪 能不能够被吸收呢 这些过多 过量 不平衡的食物 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它这时 就会使到我们的血液酸化 形成BH值5 或更酸的酸性血液 而我们的身体 原本应该维持在 BH7.35到7.15的 弱节性血液 开始时 身体还会有缓冲液 帮助平衡 可是 长期的负荷 加上喝水量不足 这酸性 就会越来越粘稠 导致酸浓度的增加 就会引起血管壁的腐蚀 使到身体发炎 发热的酸痛 现象 这时 我们的身体 会有制衣的能力 大脑就会发送指令 让肝脏制造更多的胆固醇 帮助修复 发炎的细胞 因细胞膜 55%都是胆固醇 所以 胆固醇对我们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物质 若不好好的调控 容易产生事端 破坏血管内的 流畅性 再说 在细胞修复的过程中 容易产生斑块 导致血管中央硬化 这时 什么样的疾病 就因此而形成的呢 血压高 然而 在这时期 又没有好好的控制血压 血管 经常性的压力 容易造成斑块的玻璃 形成血管内 以氧化的制衣机 但 这些氧化制衣机 胆固醇 可以将它带走 并在滚动下 会像滚雪球般 越滚越大 堵在血管狭窄处呢 会形成血酸 如果 血酸堵在狭窄的部位 是心脏血管 它就会导致心肌梗塞 或心脏病 堵在大脑血管 或会形成脑梗 或脑溢血的中风问题 这些被影响的身体部位 所形成的疾病 如果从细胞的角度 我们学会 去尊重细胞 关爱细胞 在细胞 没有完全坏死修复的情况下 这受损的细胞 会不会 再继续分裂 而把受伤的组织器官 急以修复呢 因此 因此我们今天罹患的疾病 普遍上 像是糖尿病 血压高 心脏病 皮肤病 皮肤病 或会死人的癌症等文明病 它们都是不会传染的疾病 不会传染的疾病 就不是病毒 续菌的感染 如果是续菌感染 可用药物消灭它 可是 不会传染的疾病 是如何治病的呢 所以 我常说 或从口出 并从口入 应该 在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管好自己的嘴 脉开腿 把自己的健康 调整过来吧 在这里呢 建议我们群里的朋友 应该已逝取天然食物里的营养素 包括维他命 矿物质 有机酸等 这些营养素呢 都可以从天然之源中取得 天然没有加工的食品 所含的这些营养素 是最接近平衡的状态 而加工食品 或提起 存化出来的单一 营养成分 则会让身体脱离平衡 偏向另一个极端 同时 建议在传统治疗 或西医治疗 和另类调理之间 一定要存在着平衡的观点 只要是有用的 让我们大家一起好好 推广 换句话说 我们在选择 预防保健的养生方法时 也不要偏废了常识的力量 即使是西药 只要能够发挥疗像 而且在没有其他 替代方式时 我们也必须好好配合传统的治疗 当然 在做这些判断前 当事人必须 也应该彻底了解 是否有其他的方案 以便一起评估 最后 则以病人的父子 作为判断的准则 所以 我们应该去了解 每一种科技 每一种疗法 希望这些过程能帮助朋友 在预防和治疗中 同样敞开心胸 给自己的健康 投入正常的尝试 希望大家能在今天就开始 如果能好好地改变生活习惯 对自己负责 多做运动 努力地反省自己 以及改变饮食习惯 好好地善待自己的细胞 让脊肤窒息的细胞 得到矫正 使食物的营养分子 能够均衡 被细胞吸收 你想 我们的身体 会不会就此康复呢 就让天与元气种子油 它里面丰富的必须脂肪酸 把细胞 因为过去饮食 被堵的细胞膜 即以矫正 改善 再让种子丰富的营养分子 供应给细胞 你想 我们的身体 会不因此健康长寿 远离病口的吗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 就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谢谢大家的聆听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 好 李卓 抱歉 刚刚我在其他的群 有一些 回到一些问题 你看关于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主要的关键是在于 我们所用的油 那么过去我们都是用 动物性的饱和脂肪 那么跟现在我们用的都是植物性的 这个不饱和脂肪 所以在过去我们用这个饱和脂肪 也就是动物性的油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采用妈妈所教给我们的 那种煮炒方法 那就是怎么样呢 先把锅烧开烧红了之后 把油倒进去的 然后等到它会有这个冒烟的时候 才来去煮我们的食物吧 所以在那个时代呢 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烹调的话 那我们的食物不需要很多的时间 就去把它煮出来 很快的就可以上碟 那么而且在这种饱和脂肪的烹调之下呢 我们可以保存那个油本来有的那种性质 所以即使在那个时候啊 我们吃这种动物油炉猪油的话呢 我们很少会有听到这种心脏病 血压高糖尿病 然后或者是一些文明病的这种 现在流行的疾病 那么当依照我们现在的科技 在进步里面 那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冷气机啦 或者是风扇的 那么把这个油啊 原来放在厨房里面 它不会凝固的这个油 那么当我们在使用之后呢 在这个空调的环境里面 跟这个风扇的环境底下 我们知道身体里面的这个油呢 可能就因为缺少运动的情况 它比较容易凝固 那么堵塞 变成胆固醇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循环的 所以就因为这些胆固醇多了之后呢 容易造成现在的心梗啦 或者血压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被现在的教育 或者广告渲染之下呢 就说这些油会捕捉我们的心血管啦 胆固醇很高啦 那我们就不敢采用这一种的油 那么改用植物性的这一种油 那么植物性的这种油的话呢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啊 商家都会建议我们怎么样来评估这个油的等级 然后就会建议我们把这个油放在冰箱里面 它不会凝固的 对吧 那如果它不会凝固的话呢 也就说明这个油 它是不喜欢高温的处理方法 那么既然不喜欢高温的这个油 如果我们像以前婆婆妈妈或者妈妈叫我们的方法去烹调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油的结构就破坏掉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被破坏的油呢 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种反噬之法 然后它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就会堵塞着肝脏 然后影响肝脏的功能 然后变成我们身体里面 然后这一些胆固醇的不平衡形成 今天呢 就算你改变了这个不饱和脂肪的油 那也就是为什么血压膏啦 糖尿病啦 心脏病啦 这些文明病没有减少的原因 所以你问我怎么样保存这种烹调 那让蔬菜里面或者食物里面的营养保存呢 那我一般上我都会先说明 你看把以前妈妈教给我们的烹调方法 油烧开了 菜丢下去炒一炒 然后再加水的方法 我们是不是用油菜水的这个顺序啊 那么今天你试试看把这个顺序反过来 就是水菜油的 那你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 那么一般我在这个水菜油的顺序呢 我会建议他们先把水烧开的 然后菜呢放下去汆烫 然后很快的把它拿起来 油再浇在上面的这种吃法 但这种吃法呢 它口感并不好吃 但你就可以保存这个菜里面有的这个营养 保留它也有的这个活性酵素成分 所以总结今天的烹调方法 如果你要在烹调方面用到煎炸爆炒的呢 我会鼓励用这些饱和的脂肪 但条件是你用了之后 并不能像现在这么舒服的环境里面 需要像以前的人 然后在太阳底下劳作的 那么需要健康的话呢 我就会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清蒸或者是水煮的方法 保留食物里面 本来有的这个有效成分 跟活性酵素 这才是我们应该进行的方法 所以烹调来说呢 就取之 在烹调的这位厨师 要了解 饱和脂肪跟不饱和脂肪的分别 那么在烹调方面呢 可以很好的把食物处理好 所以我在过去也常常讲啊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啊 那么最好的医院呢 就是我们家的厨房 然后最好的药物呢 就是我们吃的这食物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了解这三点的话呢 懂得好好的烹调我们的食物 选择食物的话 那我相信我们在健康方面 就很容易的掌控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我相信我这样简单的回答李卓 你可以了解吧 好 这里再回答李永明老师的问题啊 你看其实肥胖本身就是一种病态来的 那么会胖呢 其实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的原因呢 就是吃很多的日量 运动很少 过多的日量累积之下呢 变成肥胖的那种脂肪 因为我们知道 每7700个卡路里的质量 就会变成一公斤的脂肪 所以如果依据一个人的身体质量指数 我们没有把这些过多的日量用掉的话呢 吃了太多 它就会变成肥胖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肥胖的原因呢 就是荷尔蒙不平衡的这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人说 你看 我很少吃这一些平常的饮食 我都很有在进行结石的 那结石未必是好啊 那么有一些人他就会讲 我连喝水都会胖的 所以这一类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就是归类 它是属于荷尔蒙失调 那么一般上荷尔蒙会失调的情况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晚上 那一般都熬夜的 那11点以前不休息的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喜欢吃煎炸炒烤的食物 那把我们的肝脏功能 也被影响了 所以变成我们的肝脏 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合成 或者平衡的这个胆固醇 我们必须了解 胆固醇就是荷尔蒙需要的原料 所以如果肝脏功能出现问题的话 胆固醇没有很好的合成 不平衡的话呢 间接的就会影响到内分泌的紊乱 那也就是荷尔蒙的不平衡 这简单的两个问题 那希望可以解答李老师的提问 所以肥胖呢 是一种病态 那么主要第一个的原因 就是吃多运动少 那么第二个的原因呢 就是内分泌的紊乱 不平衡的现象 所以只要把这两个问题 我们处理了之后呢 一个人要维持一个 轻盈的体态 其实就不是一件难事了 好,谢谢 谢谢 你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庙周吉祥 你会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我先前有提到 就是鱼肉、豆、蛋、奶、海鲜 不能吃太多的这个信息呢 其实我必须声明 当我说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是说有病痛的人 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能吃鱼肉、豆蛋、奶、海鲜 只是有病痛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所以我会这样谈的话呢 主要我是考虑到有一种现象 就是尿酸过高的人 很容易形成痛风的一种现象 那么这个人会有尿酸或痛风 主要就是这个蛋白质代谢之后的中间产物 叫普林的 如果跟酸性的饮食 或者是太过咸的食物呢 它就很容易形成尿酸菌的一种现象 那么这一则普林会形成尿酸 坚决的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一种酸性的食物 所以对于有尿酸或者痛风的人 它很容易形成我们的血液、酸性的一种情况 尤其是豆类里面有两种成分 一种成分就是女性的恩物 就是它里面有一种叫大豆一黄铜 就是女性的一种植物雌极素里面 可以帮助女性平衡持激素的一种食物营养 那么第二个的就是维他命E 维生素E抗氧化的 所以在过去的时间 如果女性有这一种荷尔蒙不平衡的 我都会建议也减少吃这种大豆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体的激素 到底它是处在过多呢? 还是不平衡太少的现象? 但是在今天的这个环境 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都有一种叫环境荷尔蒙的这种物质 那这种环境荷尔蒙的物质 其实也类似植激素的一种 所以如果我今天吃的大豆 它里面都有很丰富的这种植激素的话 是不是更加造成女性身体的这种技术的不平衡 那对一些女性复刻的问题 荷尔蒙不平衡的这种现象 也会有大大的影响 所以也这就是为什么 虽然讲它不是有生命的 好像动物性的这种 在宗教里面的这种借力 借力需要注意的 那么其实呢 我考虑的是因为 它是属于也是一种酸性的物质 所以对于有尿酸的 有痛风的人 或者是有女性复刻问题的人呢 这里面丰富的植物质基数 跟这个蒲苓 就会影响到 我们身体的这种不平衡 所以我希望我的回答 妙周老师 你可以了解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